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湖南春晚看点十足 王一博回归 天天兄弟合体 张一星压轴 湖南春晚看点十足 两大顶流人气一人再次相遇 话题度怎么可能会低呢 这次的卫视春晚 真的是别开生面 河南卫视主打文化传承 湖南卫视保持一贯风格 流量加话题度明星艺人 自产自消的路线 收视率自然不会低 不过有意思的是 这次传闻王一博跟张一星都会参加湖南卫视 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件事 毕竟这两位顶流 因为跨年夜压轴的事情 一个嘲讽加塞抢到 一个致力于宣传无名 一副不搭理状态 这次呢 湖南卫视春晚居然又把两人给邀请过来 自然有人会借题发挥 去年一整年 我们并没有看到王一博在湖南卫视 任何一档综艺中看到他的身影 很多人都在猜疑 是不是跟湖南卫视分道扬镳了呢 就在众人纷纷猜疑的时候 这次跨年演唱会 居然都没有回来 甚至去了隔壁的东方卫视 着实让人大吃一惊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这次小年夜 王一博居然回来了 甚至还有传闻说 王一博将会回归天天向上 每个月两次录制 这种传闻传的有鼻子有眼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认证 也没有对此否认 不过这次湖南卫视 能够邀请两位过来 对于之前两家粉丝打得不可开交 估计这次的话题度也不会少 不少人说 这次王一博开场 张一星压轴 应该是为了避免冲突 其实我们并不关心这些 我们在互视 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舞台表演 说实话 这两位艺人算是当下娱乐圈中 唱跳巨佳的实力型艺人 他们的舞台跟歌曲 都很有个人风格 作为爱豆 他们算是天花板级别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王一博能够再次现身湖南卫视 就是话题的焦点 毕竟离开了一年之久 整个湖南卫视的大调整 特别是天天向上已经停播后 都让人一难平 衣食四在的陪伴 有着不少人的青春年华 特别是看着汪涵独自艺人 感慨岁月蹉跎 时光流逝 这次跨年演唱会 我们没有等来汪涵与天天兄弟们的拥抱 但是在这次的小年夜 我们可以期待了 毕竟王一博回来了 大张伟也会出现 天天兄弟应该会再度合体了 这是超级开心 让人期待的一幕 这次王一博回到湖南卫视参加春晚的录制 还是带着宣传任务的 毕竟他的电影《无名》定档大年初一上映 借助这次的平台肯定也会宣传一番 作为老东家的湖南卫视 这次必然会给足排面 毕竟王一博算是湖南卫视一手打造出来的顶流 之后的合作也会继续 毕竟这个顶流带来的效应还是非常高的 扩别了一年 我们终究等来了王一博的回归 2023年 想必对于王一博而言是精彩 而非常重要的一年 多部电影要上映 《无名长空之王》热烈为何防暴队 期待转型后的他 演员之路顺遂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